华为预测2030年 电动车销量占比超50% 垂直农场规模应用 9月22日 华为常务总事 谈评与解决方案总裁汪涛以无界探索 翻开未来为主题演讲 发布了智能世界2030报告 报告概要 人类活得更健康 更有质量 食物更绿色 更充足 居住的空间更人性化 上班路上不再担心拥堵 生活在宜居的城市 享有可再生的绿色 把重复的危险的工作交给机器 安全放心的享用数字服务等 与此同时 伴随连接百亿人到千亿物的网络需求变化 网络设计理念也将从面向人的认知 向面向机器认知转变 催生出面向千亿物 海量数据和多极算力基础设施 提供连接服务的算力网络 光伏 风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将逐步撼动传统化时 能源地位 电力电子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正深度融合 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比特管理瓦特 并在能源域上实现各种智能化应用